然后第二个男女的手 各位男女的手 男女的手 其实各位 手他是按着一个命理在里面 你要了解女人的手 女人的手 各位 你们认为女人的手要摸起来白白嫩嫩 还是要摸起来粗糙的 会比较好 你们比较喜欢摸什么 摸起来舒服 那么白嫩嫩的 陈建民要 摸起来舒服 摸那个粗糙的 那粗糙的跟沙子一样 对嘛 妈的CA 才跟 才是真男人 其他那几个 其他那几个 妈的都很喜欢拿那个 拿那个沙子在你的脸上磨来磨去的 真男人 扮眉香药 真男人 对不对 假如你的另外一半 突然把双手放在你的脸颊摸一下 哇 跟个沙子一样 都被他磨平了 对不对 痛苦死了 痛苦死了 所以各位 我们男人 虽然嘴巴说喜欢的 但是还是喜欢白白嫩嫩的 对不对 铅也要铅白白嫩嫩的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女人的手 女人的手 切记上所讲的 纯狗 所以女人的手要纯 女人的手要的 为什么 其实在古代来讲 女人的手 假如像我们刚刚所讲 假如是那一手摸起来很好 很好摸的 白白嫩嫩的 通常这一种女人 他是风尘女的 他在古代 他 所以他就会去保养他的手 让客人摸 但是一般的女孩子 他可能 他古代的女孩子 他也一样 他的 假如他的手是粗粗的 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的手假如粗糙的话 他一定是常做家事 所以 女人的手 反而要粗 女人的手 反而要粗 表示这个女生 他是比较会做家事 否则的话 你假如来一个 白嫖嫖嫖嫖的仙玉手 我跟你说 他可能在家里面 就是查来张手 犯来张口的这一种 所以 女生的手 他是要会比较好 所以 要看另外一半之前 来你的手先给我摸看看 硬邦邦的 不错 然后 各位 男人的手 男人的手 各位 女人的手 既然是要粗 那男人的手 男人的手 在做你们的男人的手 在古代男人的手 通常不太会洗 因为大家都做工的 男人的手 一般要稍微的柔顺 不能够太粗 因为假如是粗的话 我们都知道 原本男生 他就是 在古代他就是一家精 所以他在外面做工作 所以他的手都粗粗的 所以男生的手粗粗的 基本上就是比较长的 这一种的状况 并不会说比较差 但是可以知道说 可以知道说 就是比较一般般 比较一般般 所以男人的手一般 脚 他是跟女人一样细 而且有一种手叫豆腐手 豆腐 吃顿豆腐 豆腐手就是压下去 很柔 那种手很柔 我曾经就有摸过一个男人的手 真的很柔 比女生的还柔 他的身价自然就是 怎样 都很不错 他们的身价都很高 所以各位 男人来讲 你的手要怎样 要保养一下 不能够粗的 了不了解 男人的手要保养一下 那为什么 因为 假如他们的手没有那么粗的话 一般都是怎样 做办公司 不会去做 那我们都知道 在做办公司的一般成就 绝对都会比那种做 要高一点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说 男人的手比较柔顺 会比较好 对不对 要看神像的 对不对 看一下那个神话的首相 根据神话的首相 这个人一看就知道很凶 为什么 因为他的手印都在人家脸上 他一看就知道很凶 所以男人的手 男人的手要厚实 当然厚一点是好的 男人的手要厚一点 所以我的手比较厚 但是厚一点 厚一点 不能够 手是很凶 所以手要纤细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吴伟雄 请问吴伟雄 你喜欢女人的手 是很纤细的 还是你喜欢那种女人的手 是粗粗的 我们来考一下吴伟雄 吴伟雄在那边是 肉肉的 没说 那就知道 吴伟雄他的老婆 后就是要来花他钱 我们刚刚说了 他不但不会忘 还要来拜服用 吴伟雄以后的老婆 就会这样 谁叫他喜欢肉肉 最起碗摸起来还会很舒服 这样子最好 所以各位 我们要知道 身为男生 身为男生 你假如想要找一个还不错的老 他的手 最好是要能够出一点 表示他比较肯做家事 要不要解 那来讲 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 要女人 我们男生看女人 看他的 女生的鼻子 女生的鼻子 代表他的另一半 所以 假如女生 像有一次我去人家家里 我看到那个女主人的鼻子很大 那我就说 你的老公应该是蛮壮的 说对 老公鼻子蛮大 但是老公的身材好 因为女人的鼻子代表外伴 那基本上你的鼻子长得好坏 那个已经定了 那就算了 最主要要好好的保养 你要好好的去保养 因为你的鼻子 怎样 你的鼻子是牵扯到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 有的时候女生的鼻子出问题的时候 就表示 他的另外一半会出问题 有的是身体出问题 有的是他的运势会出问题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这一块 你要了解 所以女人 你想要有一个好婚 移植 要稍微的保养 那女生看男生 你也可以看他的 那男生的鼻子 他代表人才 了不了解 他代表的是 所以你假如看到 你的老公鼻子最近长痘痘 你就知道 你的老公最近的财运不好了 你就赶快帮他花钱 了不了解 你就赶快帮他花钱 所以 你就会知道 男人的鼻子代表 所以男生来讲 他有两个要保养 第一个 他的手要 第二个 他的鼻子要保养 了不了解 要保养 因为这两个 都是跟他的一个财比较有相关 那女人来讲 他的鼻子 可是女生都在保养他的手 没有用 让我白白泡泡 其实要保养 这样子他的一个敷衍 会比较好 浓鼻现在是可以的 现在的医美 医美很进步 所以去做是有办法的 了不了解 现在去做他可是有办法 以前的技术不好 但现在是女人的桃花在哪里 各位 除了鼻子以外 女人桃花在哪里 女人的桃花在哪里 各位兄弟 你知道吗 大胸的女生通常婚姻都不错 所以现在可以去考虑 龙龙胸 了不了解 不会很奇怪 你知道吗 在古代的时候 男女其实都长的差不多 男女都长的差不多 但是女生 他就突然发现到 男生他就比较喜欢前面 比较有肉 所以女生他就拼命的把他屁股 男生屁股通常比较有肉 那女生就把他屁股的肉缩紧 然后就这样慢慢 然后就往前面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为了要吸异性 了不了解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 女生的胸 他其实也是代表旺桃花的 所以 什么乱交学生 在命里 本来女生的胸就是旺桃花的 并乱交学生 所以女生桃花要旺 鼻子保养 胸 也要保养 有不了解 也要保养 还有18 什么个胸而已 那胸又没又没露 露底 所以要旺桃花 各位 这几个部分 那对男生来讲的话 男生的桃花 各位 男生的桃花 到底在哪里 各位猜猜猜猜猜猜 你好 男人的桃花 到底在哪里 嘴巴 跟你说 男人的桃花 就是神话讲 妈的有钱就有桃花 对不对 男人的桃花 在口袋里 所以在座的男人 口袋要好好的存点钱 你看那些富二代 他妈长得跟丑不拉几的 但是人家旁边美女那么多 那你就知道了 桃花在哪里 所以男生 我都跟你们讲 要好好的帮口袋 帅给他填满 了不了解 帅哥 了不了解 高 富 帅 最重要的是那个富 不是高跟帅 对不对 高帅没有用 了不了解 富 才有用 了不了解 所以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要了解这一块 为什么 你要了解 男生的 我们从八字 八字上 我们要知道 男生的财 他的桃花 那财也代表 然后 对女生来讲 虽然女生 他的一个桃花是官 女生的桃花是官 但是女生 你要了解 官 假如没有财来配合 他假如没有财来配合 就是说女生只有官 没有财 这个女生会爱恨分明 他会爱恨分明 但是假如有财的话 这个女生他就会展现温柔的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当有财的时候 女人他就会突然从母老虎 变成 大哥 老爷 你累了吗 帮你捏捏尖 各位 了不了解 所以呢 有财 母老虎 都会变女仆 了不了解 所以 对女生来讲 你们看到 官没有用 官爱恨分明 老娘不要你 但是有钱的时候 不爱归不爱 不过呢 我还是对你有一点感情的 什么又乱交一通 这本来就是八字的东西 又乱交了 你对八字的体认真的是太逊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钱人的桃花 很旺 为什么有钱人的桃花很旺 各位 除了在八字上才代表女生的桃花 风水上有钱桃花本身就会旺 而且不管男生女生都有 要不要解 男生女生都有这种现象 都有这种现象 只不过有钱的女生 他会比较主动去追求他的爱情 因为才会升官 爱马斯你好 那男生的话是天生财旺 桃花 就会适色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看 今天又教了你们这一些东西 但是呢 各位 男生怎么办 老师 你输的这些 我当然都知道 但是我就没有钱啊 我要怎么办 很简单 桃 桃也给他桃出来 不是有很多 结婚了以后才知道 女生看 这个人超有钱 结婚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他负债雷雷 桃 了不了解 所以 可以当个诈骗 桃 老师没钱钱 老师没钱钱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呢 有些人明明就没有钱 但是就要帮他自己 用个一套漂亮的服装 settle一下他的头发 他就是很注重他的外貌 因为确实对桃花有帮 对桃花有 好 那这次呢 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